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說 生完小孩不要哭 有 做葉子 有沒有哭 因為大家都會說很傷眼睛 對 說做葉子哭的話 就會落下肝眼症 這是真的嗎 也不是說因為哭變成肝眼症 而是因為 它會影響我們眼睛表面的一些 平衡 淚衣平衡 所以它可能會 但是等整個狀況過了之後 比較調養好一點之後 它其實是會恢復到原本的情況 所以肝眼症是可逆的 因為哭造成的肝眼症是可逆 但是如果是因為退化的關係 慢慢功能變差 也比較難恢復 好 我們要退化 但是大部分現在都是因為 有錢用眼睛哭造成的 很常出現 因為醫生越講 我眼睛好酸澀 對啊 他剛剛說 老了所以才會肝眼症 那我以前就肝眼症那怎麼辦 那就會變得比較嚴重一點 所以 所以比較用一些比較好的方式 來補充 我沒講到 醫生講話都不準 你剛剛一下說什麼年紀大了 所以就會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就變了 我年輕的時候就有肝眼症 然後你又說是 你剛剛又說是因為年紀大的關係 才有肝眼症 那個現在年輕人 現在年輕人其實很多都有肝眼症的症狀 為什麼 就是因為真的是因為手機看太多 一個是 用語言過度造成的 還有戴隱形眼鏡 這兩種是可逆的 就是你今天如果少看手機 或是停戴隱形眼鏡 其實是會恢復的 但是如果隨著年紀 這個功能真的慢慢有降低的話 就是比較難 所以我們點人工淚衣那些都沒用 有用啊 還是需要點 還是需要點沒有錯的 是 戴隱形眼鏡 就會肝眼症 對 對不對 對 那我 因為肝眼症 所以不能戴隱形眼鏡 對 沒錯 可以 目前這個邏輯是沒問題的 對 OK 好 我們來看第三條 少眨眼 常戴隱眼 隱形眼鏡 你一天佩戴也至少八個小時 少 錯一套都八小時了 而且越戴越乾就 一直眨一直眨這樣 戴眼鏡真的很麻煩耶 你要是吃個麵什麼 就整個一片霧氣耶 很糗 對啊 而且又很醜 對啊 所以一定都是戴著隱形眼鏡 然後一直到睡覺 然後有時候睡覺 你滑手機滑一滑 就睡著了 我有時候會突然就是戴到隔天 一醒來 很痛耶 很痛 拔不下啦 真的拔不下啦 好可怕 危險 但是隱形眼鏡 到底我們該怎麼正確保養跟清潔 隱形眼鏡本身啦 如果真的是佩戴時間很久的話 其實我還是會建議說 盡量是以日拋這種為主會比較好 因為你帶長時間 就是說周拋 月拋或年拋這種 你要清洗得非常乾淨 有的時候比較困難 那二方面就是它的厚度也會比較薄一點 對透氧度來講會稍微好一些 睡好還是日拋啦 我就是直接放到隱形眼鏡盒 藥水擠下去就好 這要怎麼洗啊 還要戳啊 對 可是手不是更髒嗎 手要先洗乾淨 手啊 妳是沒有洗衣服跟洗手嗎 要先洗澡 你看 所以我以前這樣 戴長戴型的時候 有一陣子 真的非常容易眼睛發炎 幾乎是大概一個月 就會那種角膜發炎 或是長睜眼之類的 後來就是戴日跑之後才比較好 對 應該有做其他的事喔 你是不是在看遠處 像我因為工作的關係 或有時候長途飛行 我要戴15個小時 16個小時的隱形眼鏡 我好幾次就是落地到了飯店之後 乾到拔不下來 被黏在眼球上 黏著 然後我就硬拔 唉唷 我就整個白眼球變紅眼球 妳為什麼不先點一些滋潤衣 我已經點了 然後還是拔不下來 然後後來就會一直流湯啊 流膿什麼的 對 我覺得好恐怖喔 眼珠流湯 那個已經 這其實是很危險的動作啦 我們不建議在 尤其是坐飛機的時候 因為飛機上面非常非常乾 所以我們是強烈的不建議 在坐飛機的時候戴隱形眼鏡 那如果真的要戴的話 你就必須要很勤快的 大概每一個小時左右 就要補充一次人工淚衣才行 一個小時就要補一次 對 人工淚衣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上飛機那種高藥的情況 還是 可是它是空閒也沒辦法 對 那就是要補充一些人工淚衣 你就是這樣 你就說 請問你們要吃雞還是牛 一路補過去